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NFT系列叫做8BitMe 那8BitMe呢 其实现在在OpenSea上你可以看到 都有在可以Secondary二手市场在卖 那它总共是有8888个NFT 然后它当初铸造的价格好像是0.03个以太币 非常的便宜 然后现在的价格是大概0.24左右 你可以看到它的图就是非常非常不清楚的塑像的Pixelate的图片 那这个项目今天为什么要介绍呢 其实你可以看这个活动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在3月31号就已经发行了 然后价格中间有一个涨的一个波段 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就有点持平这样 然后到了这两天它突然就是超多人来买它的 然后今天现在价格有它一度来到0.4个亿 现在价格0.2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但我们先来大致上介绍一下它在干嘛 那其实它你可以看到它的网站 它可以看到就是它就是一个PFP的系列 那你的每一个PFP呢 点进去都会变成像 可以看到下一张 一个识别症的概念 一个有你的图像的一个东西 那发行这个NFT的团队呢 其实有一个人在Twitter上有发一个蛮好的一篇文 来介绍这个项目说它在技术的层面上 它团队层面上为什么就是蛮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有兴趣朋友可以慢慢来这个Twitter这个 这个发文来看 但它大概的意思就是 其实做这个Abit.me这个团队呢 它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 有出了一个generator 就是可以帮人制造自己图像的 自己图形 就是图像的一个 算是软件吗 然后在Twitter上面 你没使用它的软件 然后产生出来这个图像的话 你就会在Twitter上发出一个文 那它说其实它在2010年是非常非常早的 那在那个时候呢 就可能所有的 他这边有讲一下NFT的历史 就是说NFT都是在Bitcoin和Namecoin上面 那所以呢 那时候如果在早期的 最先在Bitcoin 早先最先在Namecoin发行的NFT 是这两个 一个是这个叫做Blockhead 一个叫做这个蛋的 Twitter eggs的东西 那这两个因为是最早发行的 所以现在价格都飙涨 像这个Blockhead 它就是最后卖价大概65到110个Eth 然后呢 这个他说这个Blockhead呢 其实就是用这个团队之前 所制造出的Generator 所发行的这个PFP应用 然后做出来的Blockhead 这样做出来的一个PFP的一个系列 所以他就觉得说 哦这个团队其实就是 是非常Og 在这个NFT的领域里面 所以他觉得这个 Abit.me 其实是有一些价值的 因为他的他身后的团队 就是有那么一段的历史 好那回到即使有这样一个技术的背景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有看这个图 他在发行之后 他还是浮浮成成即使一度涨了0.14 但还是就是0.08左右 0.01 然后就没有很多 直到这几天有人挖出来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看这个Abit.me的网站呢 然后他发现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perks perks就是一些优惠吧 或者是怎么该怎么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反正就是你如果有这个NFT的话 你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好处这样子 那第一个就可以看到 好啦帽子啦 jacket外套都很一般的东西 但有人发现 有一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Proof of Conference 然后in 2023 大家现在看到Proof 这字都非常的敏感 你马上就会想到Proof collected 里面 然后所以有些人就是查说 那Proof of Conference 是不是跟这个 Kevin Rose 就是这个Proof collected的创办人之一嘛 他就觉得说 哦那跟Proof collected有没有关系呢 那当然有人去做一些就是查询 然后得到消息是听说好像是有关系的 然后现在什么东西跟Kevin Rose 跟Proof collected 跟Moonbirds有上关联都会暴涨一番 那Abits Me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大家就是冲进来买 那今天可能价格又有点回调 所以他现在到了0.24左右 那我是上网查了一下说 这个Proof Conference 2023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然后你说打进Google你查一下 你就会发现他有蛮多的消息 都说的确Proof 他们会有一个Conference 这也是刚刚看的一个文章 他说你拥有这个Proof collected 就是可以参加 比如说Proof Conference 这边有讲他要在2023年会办 然后其他我找到的文章也都有写说 Proof它的确会在2023年会有一个Conference 但是这个Conference 是不是会跟这个Abits的NFT有连结呢 真的也不确定是不是谣言 因为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说明或Announcement 说他这边讲的这个Perks 这个Proof Conference是确定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你其实点进去 你看这个他生成的这个东西 他PFP生成的 他的确就是一个长得像一个识别证 你们不觉得吗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他可以挂一个绳子 所以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 要去参加某种Conference的一个识别证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既然这个团队是知道是人 或知道名字有历史的话 他们应该也不会随便就在他的网站说他会 他的Utility或他的Perks 就是可以参加Proof Conference 好那假使这是真的话 那大家觉得 大家觉得这个Abit.me的价格 如果你是一个可以参加这个Proof Conference 通行证的话 你觉得多少价格会合理呢 然后你觉得0.24是否以后还有看涨的空间 那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想一下 或者是做一点research来看看 就是有没有兴趣购买的系列了 那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其实像Gary V他的VConference VCon 他也是一个通行证的概念 然后他现在的价格 我有点忘记多少 我记得好像是0.4左右吧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查证一下 但是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做一下research 然后来看是否有考虑买进 我自己是在0.25左右的时候买了两个 就想说放着就是长期的看看 因为我觉得他消息已经冲上一波了 然后再发酵 就短期之内再发酵的几率也算比较少 但我就先买着放假 好今天的NFT就介绍到这边咯 谢谢 拜拜